中国针对疫情实施的清零政策 虽然成功遏制新冠病毒大肆蔓延 但旷日持久的封锁导致精神压抑问题倍增 步入夏季 城市人无法到海边冲浪 但也找到了露冲作为替代品 不仅能够挥洒汗水做运动 还能够和同好友碰面交流 排友姐们 中国是目前少数几个还没有完全开放边境的国家 国人无法出境旅游 只好在国内找乐子 继露营热潮后 飞盘 响板 骑行和陆地冲浪等户外活动 也随着夏天来临火树崛起 成为不少城市年轻人的娱乐金丑 陆地冲浪 简称陆冲 不明思义就是利用身体摆动和中心前后移动 模仿冲浪的动作在地面上前行 陆冲板类似滑板 不同的是 陆地冲浪板的前端撤轮组件更为灵活 转弯半径更大 也更容易上手 这项运动今年春季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流行 尤其受到女性欢迎 31岁的朵兰是一名职业舞蹈员 原本在一家美国舞蹈公司任职 因为疫情封锁影响业绩 公司在今年2月退出中国 失业后 朵兰利用闲暇时间 在水利坊附近的无车路段 开班免费教授路冲 每周一次的团体活动 一开始只有12名学员 随着热潮扩散 学员已经翻了125倍 一开始做这个女性的这个社群 我其实没有想很多 我没有把它当成是我的视野 或者是我的核心 我只是想有一个女孩子一起玩的社群而已 但是赶上了这个整个运动的爆发期 还有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整体群的氛围和理念 都比较符合现在想要玩这项运动女孩的这个需求 所以把大家凑到了一起 然后慢慢地从两个月的时间 扩充了现在将近1500人 对于一些陆冲玩家来说 运动无分年龄 疫情封锁期间无法出国旅游 也不能组织大型社交活动 这般小群体的消遣活动 正好满足了大家对自由的追求 以及对社交的需求 一扫封闭在家的郁闷和沮丧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滑板是新90后的一种设计 95后的一种社交 但是从我这看 我们80后乃至70后的人 对 也会热衷于这项运动 对 所以我觉得社会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不看得了 因为通过这项运动 我们发现我们更想找到的是自己 对 做自己 我觉得比世俗的眼光 对于我们的看法来说更重要 疫情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新兴城市运动兴起 让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在追求刺激和突破之余 还能锻炼体能 中国网络上有关冲浪滑板的搜索量激增 单单在今年6月 热门社交软件小红书中 募充一词的搜索量就同比增长了50倍 电子商务巨头静东的业绩报告也显示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6月的冲浪板销售额攀升了8成 北京一些实体店的收入甚至翻了三倍 足以见得 中国年轻群体的消费能力依然惊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